另外来看到六月是毕业的旺季 不过现在受到疫情冲击 也可能是面临找不到工作的窘境 有专家就指出 今年大学跟研究生的社会新鲜人 毕业期薪不只是比去年更低 在市场上第三季的人力需求 也创下近11年来同期的最低纪录 留着利落短髮的詹同学 是这波即将就业的新冠世代 他从五月就努力找工作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许多行业人事冻结 找不到工作的他只能吃老本度日 没有像以前的那种 就是琳琅满目 靠以前就有点像吃以前老本 六月是毕业忘记 无奈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打乱不少行业的营运 对于20到50岁新冠世代来说 就怕毕业等同失业 看看近年来第三季的市场人力需求 从99年的9.3万一路下滑 到了103年只剩下5.9万 去年4.2万 今年更低 平均只有2.1万的值缺 人力需求创下11年来的新低 今年确实是遇到 激动欲缺不补的一个情况 不只值缺比往年少 薪资也变低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去年的大学毕业生 平均起薪还有29,329元 今年只剩下29,159元 而研究生毕业后出社会 也同样面临敌行困境 去年起薪3万2,531元 今年只有3万2,485元 甚至还有人想以研币或考工职 撑过这段过渡期 但专家这么建议 大环境对新冠世代来说 异常险峻 即使新冠世代得面对低薪 专家还是强调 先有工作经验比较重要 未来再找机会转职 才要谈薪水的条件和空间 记者纵报道